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我NetChang談賽馬的時間 這段影片是賠了千姬 簡單來說我每場賽事 現在我是12月7日 星期三 下午4時10分拍這段影片 這段影片我每場賽事 會講兩種非數給大家聽 一種叫受不受歡迎 這個名字很虛無飄渺 簡單來理解就是 有一群高手想賣某幾隻馬 但他們在思考中 還未買到馬會 這些就是為此受歡迎馬 第二種非數是大飛 有什麼隔夜和奇怪的大飛 就分享給大家聽 這些真的打落馬會 第一個場次 事不宜遲 第一場 受歡迎第一梯隊 三號刀林勇士 受歡迎第二梯隊 六號九龍神區 看看大飛 三號刀林勇士 有一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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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約有一個駐馬 第二個場次 第二個場次 受歡迎第一梯隊 二號奇利段金 七號無敵精英 和九號重德威 第二梯隊 十號庫全大師 看看大飛 大飛 大飛 就 嗯 嗯 有沒有看錯呢 應該沒有看錯 突然都幾突然地有一下 五號是買了Win 飛凡魅力 大概推算就是三萬元左右 第三場賽事 受歡迎馬第一梯隊 四號誠心所願 和五號黃埔泳城 受歡迎第二梯隊 二號雪他之友 十一號小玩家 和十二號劍在九天 看看有沒有大飛 大飛 大飛 都是有 有 挺特殊的 我覺得 嚴正一下 看看 還沒搞這個 嚴正一下 四號十一號 這裡有個大飛 誠心所願小玩家 現在大熱 四十一 QPQ 他都有個大飛 四十一QPQ 是有些大飛 每駐 你當大概推算一下 五萬元 五萬元左右 QPQ 每駐五萬元 第四場賽事 第四場賽事 受歡迎第一梯隊 七號旺旺神區 十一號旋理多彩 沒有第二梯隊 看看有沒有大飛 大飛 七號win 七號win 大概七萬元左右 第五場賽事 受歡迎第一梯隊 一號歪歪鬥士 和二號合夥年代 受歡迎第二梯隊 三號王者驕傲 和十二號精明勇俊 第四場賽事 看看有沒有大飛 大飛 大飛來說 先看一看 九號win 九號win 有些飛數 九號win 很難說 因為不同時刻都滲了 一萬多兩萬 三萬 不同時刻都滲了一些 孖寶飛 也有些 孖寶飛 我先看看 先嚴正一下 孖寶飛 第五口孖寶 先進一盒 第五口孖寶 164有一層 我呂建威孖寶買了口 164現在大熱十倍 但是照成的 6.3 5.6 你一成都知道要三十倍 但是現在是十倍 164這塊 呂建威孖寶 是有人買了大飛 Double To Stable Mate 應該放在這裡 大概當買了一萬元孖寶 164 呂建威孖寶 第六場賽事 我們先看看 受歡迎第一梯隊 4號純金酒杯 以及10號的古浪精彩 受歡迎第二梯隊 3號美麗攻略 看看有沒有大飛 嘩 嘩 很多大飛 這個叫做 有兩柱大飛都值得研究 看看 第一柱大飛 8號12號這條QPQ是大飛 現在只有5.2和2.2倍QPQ 正如來講 Q應該9倍以上 9倍左右 至少 812QPQ是有大飛 每處買了12萬 Q和PQ每處買了12萬 第二個大飛就是 2號有紅利的WinPay 2號有紅利的WinPay 突然間有一次 有人買了6萬元WinPay 所以群紅亂舞 第七場 受歡迎第一梯隊 3號自力更生 6號跟斗環 受歡迎第二梯隊 8號美麗滿滿 好 看看有沒有大飛 沒有大飛 沒有大飛 好 第八場 第八場賽事 受歡迎第一梯隊 3號順勢而飛 受歡迎第二梯隊 4號齊天大勝 7號兩化寬騰 和9號美麗海後 看看有沒有大飛 大飛 當然有位置 他太快 你當他有一個非常大飛 第九場賽事 受歡迎馬第一梯隊 六號的同舟共濟 和七號的喜晉區 受歡迎第二梯隊 四號包裝大獎 和九號的無心碎棉 看有沒有大飛 希望大家 喜歡以上的分享 如果大家對以上賠償先機的資料 有什麼問題或者有什麼意見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如果大家想簡單支持我 都可以在這段Youtube片下面留言 留他借借粉絲 我都相當高興 大家留多些言 回覆多些 Youtube就會理解到 這是非常之多的頻道 它就會分派我的影片 給更多Youtube賣賣看 更多Youtube賣賣看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最後希望大家來到我Youtube頻道 Youtube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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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 掰掰